落泪 刀狼母亲首次面对媒体透露犬子刀狼 背靠上游老下游小心态 一路走来的坎坷 刀狼 愧疚的两个女人 刀狼是才华横溢的全能型音乐才子 创作并演唱了2002年的第一场血冲动的惩罚爱是你我 西海情歌披着羊皮的狼罗刹海事等一系列快智人口的歌曲 刀狼的人生和婚姻坎坷 亲情有泪有痛 对母亲和大女儿罗天有愧疚 刀狼的母亲名叫林肃清 是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 1944年7月4日出生 刀狼的父亲市资中县歌舞团的灯光师 比母亲大两岁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 刀狼的母亲结婚 接连生下了两个儿子 大儿子叫罗华 生于1966年 小儿子叫罗林一鸣刀狼 出生于1971年6月22日 刀狼与哥哥相爱相杀 兄弟俩经常在家里打架 刀狼打不过哥哥 就用刻薄的话诅咒他 罗华高中毕业后去西藏当兵 1986年 罗华回家探亲 刀狼与哥哥发生矛盾 他咒骂哥哥快点死去 几天后 哥哥骑摩托车去看望一位朋友 意外发生车祸 当场身亡 罗华才二十岁 如花生命就凋谢了 刀狼的心碎了 哭得撕心裂肺 父母陷入悲痛的深渊 一夜之间 林肃清的双鬓有了白发 眼角的皱纹非常显眼 而他第二天还要参加单位的演出 结果晕倒在舞台上 刀狼背负巨大的心理压力 觉得是自己咒死了哥哥 他哭着向父母忏悔 母亲面色凝重 眼里的绝望让他心寒 此后母亲的性格变了 在家冷的不说一句话 一看见大儿子的照片就哭 压抑悲伤的家庭环境 让刀狼几乎崩溃 1987年 刀狼高中未毕业就辍学了 他给父母留下一张纸条 李李开家乡 资中献中龙镇 去内江市的酒吧助唱 租住在小阁楼里 父母赶到内江找刀狼 要求他回去上学 刀狼红着眼眶拒绝 你们走吧 我是不会回去的 否则我会发疯 母亲喊泪塞给刀狼200块钱 忍着心痛离去 刀狼一边在酒吧唱歌 一边学习各种乐器 1990年 刀狼考入内江一家歌舞团 在演出中 他认识了舞蹈演员杨娜 杨娜是内江市另一家歌舞团的演员 比刀狼大八岁离过一次婚 刀狼情斗初开 杨娜成熟性感 两人互相吸引 很快相爱同居 1991年 杨娜怀孕了 刀狼准备与她结婚 这时她才将恋情告之父母 双亲坚决反对刀狼 娶一个大八岁的离异女人 尤其是林素卿见了杨娜后 心里更不踏实 直觉告诉她 这个女人不会与儿子同甘共苦 林素卿严肃地找儿子谈话 你哥哥已经不在了 要使你婚姻不幸福 妈妈这辈子还有什么盼头 赶紧与小杨分手 刀狼告诉母亲 杨娜已经怀孕几个月了 我不能扼杀一条鲜活的生命 我要将宝宝生下来 林素卿骨子里有女性的悲悯情怀 同意儿子将宝宝生下来 也就同意了他们的婚事 1991年 刀狼与杨娜奉子成婚 婚后 两人租住在一居室里 生活非常贫困 杨娜想吃酸食 甜食 想买宽松的孕妇妆 将道之使得团团转 刀狼收入低 希望杨娜能体谅自己 两人经常发生争吵 杨娜对小丈夫渐渐失望了 1991年冬天 杨娜生下女儿罗天四十天后 给刀狼留下一张纸条 然后离家出走了 她让刀狼不要找她 给她八天的思考时间 刀狼度日如年 抱着娃娃大哭的女儿泪流满面 八天后 杨娜托朋友给刀狼带话 说自己不回去了 要求与刀狼离婚 那一刻 刀狼的心碎了 刀狼要演出 只得抱着女儿坐长途 汽车回资中线 将女儿托付给父母照顾 母亲问 杨娜呢 刀狼不说话 只是掉眼泪 随后她哽咽讲述了 杨娜离家出走的经过 母亲哭了 当初你要是听我一句劝 哪会有今天 刀狼不禁悲从中来 妈妈 我错了 灵素清心疼儿子 她一边替儿子擦眼泪 一边安慰 既然你留不住她 就让她去吧 你放心吧 孩子交给我们 我和你爸会照顾好她 哎呀 一个男人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 必须自立自强 想起自己黯淡的事业 刀狼又流泪了 但他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呐喊 我一定要成功 1992年 刀狼与杨娜办理了离婚手续 为了寻求发展 1993年 刀狼背着一把吉他去海南当流浪歌手 刀狼在歌厅里唱歌 有时一晚上要赶舞 六个厂子 月收入超过了一万元 每隔两个月 刀狼就会去邮局给父母和女儿寄钱 林素青和丈夫有公子 儿子又按时寄钱 他们经济条件比较优越 为了弥补孙女 林素青让孙女的吃穿都比同龄孩子要好 博天小时候没吃母乳 身体有些单薄 免疫力低 经常感冒发烧 林素青在医生的指导下 坚持给孙女熬了一年多的鸡汤 每个星期 林素青都会让丈夫骑着自行车去农贸市场买土鸡 回家后就忙开了 给孙女熬汤喝 坚持熬一年多鸡汤后 罗天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改变 他枯黄的头发变得乌黑亮泽 腊黄的小脸变得白白胖胖 刀狼为了多挣钱 只有春节才回家 由于妇女长期分离 女儿不认识他 相处几天妇女俩舒适后 刀狼又走了 1994年 刀狼恋爱了 女友名叫朱梅是新疆人 也是歌厅的一名歌手 朱梅心地善良 性格大气 刀狼采花横溢 两人互相欣赏吸引 刀狼很坦荡 没有隐瞒自己离婚有女儿的事实 朱梅并不在乎 1995年 朱梅突然告诉刀狼 说她的妈妈身体不好 她要回新疆了 如果朱梅走了 两人相隔这么远 爱情也许就黄了 刀狼不忍放弃朱梅 答应跟她一起去新疆 到达新疆后 两人在乌鲁木齐 有好路八楼公交车站附近 租了一处名房七身 有好路八楼汽车站 因刀狼被国人熟知 当时刀狼有个最大的梦想 就是有一天能回到自己的 内疆市资中县体育馆 开一场个人演唱会 为自己和父母找回尊严和面子 为了帮刀狼实现这个梦想 朱梅与她一起凑钱 在乌鲁木齐成立了西北音乐工作室 刀狼白天出去采风 晚上写歌 但她创作的歌曲无人问津 那时刀狼生活非常贫困 1997年她几乎支撑不下去了 朱梅勇敢与她结婚 1997年5月 两人在出租屋里裸婚 结婚前 刀狼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 说自己不办婚礼 不邀请父母去新疆 父母知道刀狼经济困窘 通过邮局给她寄了一万块钱 刀狼拿着汇款单 站在窗前落泪 朱梅的眼睛也湿润了 1999年 刀狼与朱梅生下了女儿罗浩月 乌武木齐距离四川资中线将近六千里 坐火车要几天几夜 经济困窘加上路途遥远 从1995年到2002年七年间 刀狼只回两趟老家 而且因为经济条件有限 她没有支付女儿的抚养费 是父母在替她养女儿 女儿不认识刀狼 与她感情舒淡 刀狼在老家的日子 女儿一句话也不与她说 每次回新疆 刀狼都是哭着离家的 她为自己黯淡的前途哭 为自己对父母和女儿的疏离而哭 2002冬天 刀狼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雪花 看着朱梅撑着散牵女儿回家 她眼睛湿热 含泪创作出歌曲 2002年的第一场雪 因经济条件不允许 刀狼没有推广这首歌 2003年 刀狼的父母带着罗天第一次来新疆 看望刀狼一家 六口人挤住在十多平米的民房里 生活非常不便 父母怕冷 刀狼让他们挨着暖气睡 大女儿对刀狼很陌生 不开口叫她爸爸 想到女儿出生才40多天 自己就离开了她 如今女儿已经12岁了 她成长的过程中父爱是缺失的 刀狼愧疚得一夜未免 由于生活不便 父母和罗天只在新疆带 一个星期就走了 送他们去火车站时 刀狼拉起女儿的手 女儿没有拒绝 刀狼承诺 等爸爸条件好了 就将你接到身边 女儿抬眼看刀狼 眼泪慢慢滚出眼眶 刀狼觉得自己不仅愧对女儿 还愧对母亲 自己离家漂泊 父母义务替她养女儿 承受了方方面面的附和 生活里有很多艰辛 作为儿子 自己回馈父母的太少 看着母亲略显勾楼的身子 刀狼眼里的泪水汹涌而出 2003年11月 刀狼推出专辑《西域情歌》 里面收录了吐鲁番的葡萄 《熟了怀念战友送》 《我一只玫瑰花花》 《为什么这样红》等11首歌曲 都是刀狼等人翻唱的 该专辑在新疆受到广泛关注 经销商从刀狼身上看到了商机 于2004年1月 推出了刀狼的音乐专节 《2002年的第一场雪》 该专辑共收录了12首歌曲 其中有《冲动的惩罚情人》 2002年的《第一场雪》等 六首原创歌曲 还有《新疆好驼灵》等 六首翻唱歌曲 该专辑已经上市就引起轰动 正版销量达270万张 刀狼接接实实地红了 全国大街小巷都飘荡他的歌声 2005年 刀狼在朱梅的家乡 新疆昌吉南郊买了一套别墅 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同年 他将大女儿罗天接到新疆一起生活 刚开始罗天对父亲和继母有隔阂 刀狼努力弥补女儿 朱梅也善待继女 人心都是肉掌的 父爱母爱温暖下 罗天在心里接纳了父亲和继母 罗天在新疆读完了高中和大学 大学毕业后在父亲的工作室帮忙 2010年 刀狼在北京成立了阿亚拉索文化音乐发展有限公司 他将事业重心转到北京 2013年 罗天大学毕业了 刀狼让女儿帮自己打理公司 后将法人变更为女儿罗天 2014年 罗天恋爱了 小伙子适合北人 在北京从事文化工作 刀狼自己婚姻不幸福 希望女儿能有稳定幸福的婚姻 为此 他多次与准女婿接触 并托人打听他方方面面的情况 确信准女婿是个靠得住了好小伙 刀狼才放心地将女儿交给他 2015年 罗天在北京结婚了 他的生母杨娜没有出席婚礼 刀狼牵着女儿的手 演唱手心里的温柔 罗天眼里涌出幸福的泪花 2017年 罗天做了妈妈 生下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儿子 婚后罗天婚姻幸福 夫妻恩爱 他将北京阿亚拉索文化公司打理得很好 事业和生活都比较圆满 刀狼倍感欣慰 刀狼的父亲去世多年 母亲独自在资中县老家生活 刀狼要将母亲接到身边 林素青在老家生活惯了 年老体若不愿意出远门 刀狼只得尊重了母亲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刀狼更加体谅母亲的不易 他回老家的次数明显增多 2024年7月4日 是林素青八十岁生日 刀狼特意赶回老家资中县 仲宏镇为母亲庆生 他在家乡邀请圈内好友用音乐 歌舞为母亲庆贺八十寿辰 晚年的林素青身体健康 没有严重的老年病 也没有什么烦心事 生活平稳舒心 罗天也过上了美满的生活 刀狼最愧疚的两个女人 都生活幸福美满 他的心终于踏实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